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我们都知道衣架是哪来晒衣服的 那除了晒衣服以外还可以做什么 当然可以来晒菜呢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各位 如何利用衣架和一个 这我们常看到的小宝特瓶来种菜 那首先我们先弄衣架的部分 你要准备一条铁丝 那怎么做呢 我现在来弄 先把这个衣架头 我们先把这个铁丝缠绕在这个衣架头 把它固定一下 把它固定紧 好,固定好 然后就把它固定紧一点 好,再来我们就是这样 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把它绕一圈 要把它拉紧哦 好,就一定要拉紧 把它拉紧,然后再把它绕上来 在这个衣架头这边 再把它绕起来固定好 好,再把这个多余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剪掉 衣架的部分就做好了 我们先放在旁边 再来就是做这种小宝特瓶的部分 我们尽量找这种的方形的 比较好做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 在这个 先把这个胶带把它撕开了 好,撕开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中间凹槽部分 我们来开始切割 然后看我切哦 好,切到这边就好 好,另外一边也是切 这边我再切开一点 就是要切开成这个样子 不要切断哦 这边不可以切断哦 就这样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两个地方各打一个排水孔 我就用落铁啦 来给它钻一个洞 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好 好,这样 这个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 那个种植的部分 当然我是建议是用泥碳土比较轻啦 我准备的是泥碳土 我们现在来弄 那我们开始来做填土的动作 尽量就选择比较轻的泥碳土啦 或是椰签土什么之类的 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我是种葱 我们就用葱来示范 对 好,另外一边也是跟它装土 好,就把葱种下去 这个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就把它挂在衣架上 这是我们已经先做好了 标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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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硯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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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硯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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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 我们现在把宝特瓶挂上去了 我们来给它喷喷水 这样我们就用衣架来种菜的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用衣架来种菜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 那过去这阵子 我们有做了很多用衣架来种菜的影片 那这个就是用衣架来种菜的一个成品 那我发觉这个用衣架来种菜 效果很不错 那可是呢 同样它面对的也是一大堆问题 因为它这个杯子很小 那我们的菜很大 耗水量非常快 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耗水量更快 你如果不及时供应给它这个水的话 这个菜就种不起来 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用自动浇水 那我现在好来示范一下我们要怎么怎么用这个自动浇水 那由于我们这个衣架来种菜总共有二四六八有八个植物嘛 所以呢我们这个自动滴灌的时候呢就要有八个头 八个滴头 那这个每一组它就有四个 那我们来做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滴建一进四出的滴一进四出的滴建一个一个把它插进去插进去插进去这个杯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们看一下左边跟右边各有一组滴建 这个就是一组滴建 这个就是一组滴建 那我们再来插另外一侧的四个 一根一根把它插上去 总共有四根 这个水的话就是慢慢滴 这样两组上来 左右各四根上去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这个最末端的时候 用这个三通把它连接在一起 它连接在一起下面再一个管子 到这个你的一个系统 那一般来讲这个就是说 这一侧也要有一组下来 一组下来 这两个可以连接在一起 再接一条两分管应该就够了 因为它这个出水量没有很大 所以说这个两组这个用衣架来种菜 那我们就是共用一条这个两分管的一个供水 我想这样应该就OK了 那我有这种方式 才能确保你的这个植物 在这个夏天高蒸花的一个情形 能得到一个好的表现才会长得漂亮 应该说长得滑 因为这个夏天这个这么小的一个杯子 你如果没有没有给它及时的供水 应该通常都长不起来的 那以上是我为各位这个讲解一下 这个用衣架来种菜的一个 第一款方式 那希望各位能善加利用 来把你的菜种好种漂亮 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